6日,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传出将关闭4台极子外光机台 摩根大通证券指出,金查证可能是真的 主因是美国升级对中国的晶片禁定 加上终端需求疲弱,联发科、超维、高通、辉达等4大客户砍单因素 到时台积电月产能将锐减1.5万片 明年获利恐衰退8% 特别是在今年全球的一个经济全长率 那生活是明年的部分 都还是会持续的呈现一个减缓的一个态势 那么这也都会影响到半导体中端的一个应用市场 那似乎目前也有慢慢从这个PC 消费性电子,甚至在智慧型手机 有慢慢延伸到包括伺服器跟云端运算 这方面的一个需求 市场研判,台积电产出锐减 对矽晶元需求将同步降低 矽晶元厂环球晶,台胜科首当其冲 相关效应明年上半年陆续浮现 也将影响凡宣家等等协力厂出货 对于相关讯息,台积电表示 不评论市场传闻,强调 本公司针对机台设备皆有年度规划 并依循计划在不影响正常营运的前提下 进行例行维护与升级 当然这个部分呢,极有可能是跟在制程转换升级 这样一个动作其实是有关的 但那一个部分呢,也不可否认 在目前全球半导体的一个景气 那么事上是有呈现这个逐步趋缓的一个态势 专家分析,台积电虽然短期受半导体需求调整影响 不过,台积电握有先进制程关键竞争优势 仍看好中长期营运表现,优于同业 新台湾亚太电视林玉堂、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导